听审因女儿跳楼轻声而退转傍佛的罪灵 问2018年12月14日 中午在观音堂拜佛结束后得观世音菩萨意念 前往地府带送卷种即进萍水 弟子魂体被金光包围送入阎望殿 今天从无间地狱调来昨晚听审案中 因为女儿跳楼轻声而退转傍佛的罪灵 因观世音菩萨怜悯 他对佛法没有起敬信心 不懂女儿与自己是素食冤仇 让弟子把净萍水能量倒入罪灵口中 减轻罪灵痛苦 菩萨告知弟子 罪灵女儿是罪灵前世的情人 今世投身为他儿女让他 还前世数十年情战 大爷妄爷 原本你虔诚念佛 也用自己案例淡化 阳世许多人学佛念经 奈何你因为女儿死亡 就开始觉得心灵法门不灵验 你怎不想想你女儿得病之时 观世音菩萨及隆天护法护有 女儿精神忧郁康裕 阳世许多为人父母 根本不知儿女在外所行恶事 天上诸佛菩萨 护法不怪罪 你退转休息 其他佛教法门 佛道本就一家 皆为诸佛菩萨 医院所化 宗旨都是一样的 修善念 善行 以善去恶 可你却无中生有 到处诽谤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 在网络和其他佛门道场 影响在世学佛人群起而攻击 本王怜悯你无名 可谤佛乃五义四重罪 地府只能一律成戒 你女儿昨晚苦苦哀求 本王饶恕已罪过 地藏王菩萨 慈悲怜悯 下了圣旨 让本王调你灵体过来 让童子回阳世 书写告知阳世众生 你过几日行满出狱 即可投生人道 地藏王菩萨 你也不必怨恨你女儿 世上父母 为儿为女 辛苦奔波 要知道 无缘不惧 善缘恶缘 都是自己所重之音 命中尚不能 放下这口怨恨 是会让自己灵体意念 充满憎恨而不能超生 因前世念佛 度人功德 你下世投生人道 会在遇佛缘 说完 弟子和菩萨旨意 魂体返回阳间 弟子2018年12月14日 答下辈子又投人 可怜啊 死了之后 知道了 已经晚了 在阳间 不要讲别人不好 讲别人不好都有罪 何况棒佛 师父在弘扬佛法 你去说师父不好 说师父弘扬的佛法不好 你不就是棒佛吗 卢台长开始解答来信疑惑 274 2018年12月22日